我们今天要来跟各位分享这个主题 因为我跟主办人员讨论过 他本来是要请我教VBA完成自动化 可是自动化它在大数据分析里面 它只是一小环 可是它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就在想说 因为他每一个月 每个月11号 他会拿到新的这一个月的漏打 等于说是全部的资料 预防针注射的一个情形 可是我就在想说 既然他可以拿到这个资料 为什么不把它整理成 我们去观看预防针注射行为模式 然后看看能不能从中探讨出一些智慧 也许会改变我们的追踪方式 好那我等一下我们就要稍微讲解一下 让我们知道说VBA也可以做到这件事 但是他就只能针对单一次 他没有做资料收集这件事情 然后再做细部的分析 除非你要再另外再去做 那现在我要介绍的工具 大数据分析 我想我先稍微讲一下这套软体 然后怎么下的 你们抽空先去完成下的 然后我再开始介绍 为什么我要从大数据分析 来解决这件事 因为在这个时代 我希望是启发你们的不一样的思维 那我们就来听听看 那我把所有预防针注射 他可能要的资料 我全部都算完了 其实等一下你可能就觉得说 那如果做这个业务的人 他以后只要按重新整理 就新资料放进去重新整理 然后他就可以产出 汇出他的漏打针 一岁内的漏打针的这个名单 还有五岁内漏打名单 他很快就可以开始做事了 因为这是我当时设计这个报表的主要目的 希望你们可以把时间 不是花在资讯上 而是要花时间去对民众 做另外的一些健康服务照顾 好 那我就先赶快来开始 首先我要请你们知道这一套软体 它在什么地方 还有它是免费的 这一套软体叫Power BI 好 那首先我先介绍Power BI如何下载 所以请点这个Chrome浏览器 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想你应该会打开这个Google 用Google会比较适合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直接输入POWER BI下载 在这个地方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这边有一个下载 请最好自己用自己的网络 好 否则的话等一下我们这边可能会很慢 这边请点下载 第一个就是了微软公司的下载 那下载这边它分很多个版本 其中有Power BI Desktop 这是桌机版免费 这是免费的 再来还有Power BI行动版 行动版就是你在手机上面 去那个Google Play商店 或者是App Store 这个Apple的手机 App Store 你就可以去下载 也就是说你今天做完的报表 你可以发行出去 给你的主管 他在手机上面 他就可以看到一模一样的内容了 那还有其他的像Report Server 这些都是要花钱的 这些通通都很贵 所以我们就全部都跳过 但是你要知道 至少现在这一个软体 它是不用钱 这边很重要 好 那这边是不是最左边 好像我的荧幕最左边 这边有 左边一点点还有东西 你看这边下载 跟有一个叫做 进阶下载 好 我稍微简单说一下这个差别 下载 现在你几乎你用的Netbook 都可以直接点这个下载进行 那你这边有看到一个进阶下载 它主要是有放旧版 旧版就是说 假设有些人的作业系统是32位元 不是64位元 你要在这个地方去找到 32位元下载的程式 我们现在统一一起点它好了 进阶下载选项 然后 然后 接下来 请稍微注意一下 它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下来一点点 这边请先把语言选成 繁体中文 因为有些人 他习惯是使用英文版 我们为了上课方便 我们都会请你选成这个繁体中文 好 麻烦请现在一起来动手 选Chinese Traditional 然后点选Download 稍微等一下 它现在这个Download也会改了 改成下载 你就点这个下载 这边有分64位元 还有这边没有写多少位元 这个没有写多少位元 就是32位元 所以麻烦请勾这个前面 64位元这个前面 这个地方 然后点选下一步 然后它就开始自动进行下载了